这次除了参加进博会的 一些相关行程之外 您还参访了北京 上海和浙江 而且我注意到您在一些场合 还提到了这些访问 让您有所感悟 能不能与我们分享一下 这些访问带来了 怎样的启发和思考 同时您认为 中国和古巴两国 在坚持走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上 有哪些经验可以相互借鉴呢 我第一个必须要认识 是这些特别的东西 的方法在中国 的方法在中国 向世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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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方法 在中国的方法 有一个人的方法 有很多年代 在中国的方法 在中国的方法 在平均的方法 它是很尊重的,很愛 我們認為是有一個經驗 中國得到的經驗,我們必須取消 我們要學習的東西 我們可以在各方面,在各方面 和各方面的特徵, 但我們可以在我們國家的經驗 在我們國家的經驗 比如說,是什麼樣的經驗呢? 例如 例如我示威特在中共的数据系中美国安防局社会 我们中国协来的投资金 限国的負荷術敌人 中国劝在香港的协谷 中国也对中国协谷進行可以继统 但是他们在买国安客上的东西 但是却在中国嘗我们留意语言 fourth дом 这些資源 我们学校的经验 特别结果却曾荒谷 和中国的 roads 就是建立大宗家的酒店, 是与她本身體的, 包括對中一大廈市大廈, 這是一將? 我們忘了一個局面的計劃, 一個主要的城市和我們 在街頭之間, 在住在北京城市所有的地方, 干ро并返我们的ellschaft满市策略 中藏合作范图个大厕金